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效震慑外部势力 以台制化 新的一年 两岸同胞如何相向而行 携手并进 如何努力同心 共促祖国和平统一 请收看海峡两岸春节系列节目 台海新观察 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 我是桑辰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大陆始终努力为两岸同胞 谋利造福 促进两岸各行业 各领域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 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鼓励台湾同胞 特别是台湾年轻人 来大陆追梦 祝梦和圆梦 两岸人员往来 经贸交流 文化融通 给台湾究竟带来了 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而未来如何进一步促进 两岸和平发展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时事评论员 赖岳谦先生 和北京工商大学的 于强教授 欢迎两位 商城好 于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商城好 赖先生好 观众朋友 郭先生好 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 不断破坏两岸交流 那么对此台湾民众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 相关的民调数据 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 公布最新民调显示 台湾民众中有46.7% 赞成192共识为前提 重新开启两岸交流对话 55.2%认为 在两岸局势紧张的情况下 民进党无法控制局势发展 50.8%不支持民进党 所谓抗中保台 62.1%不同意所谓 亲近美国才能保卫台湾 近期华盛顿智库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兵器推演所谓 解放军2026年登陆台湾 中时新闻网发表评论认为 美国智库如此热衷于兵器推演 台海发生战事 恐怕是为销售更多武器开刀 如果战争爆发 台湾经济重创 基础建设全毁 人民伤亡殆尽 这样的战争究竟能给台湾带来什么 如果美国想打仗 请在自己的土地上兵器推演 不要拉台湾垫背 我们看到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一直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而且还不断地在歪曲否定九二共识 那么您认为他们的做法能够左右台湾的民意吗 而这一次民调结果给您最强烈的感受又是什么呢 蓝先生 这份民调显示九二共识又回来了 台湾的民意变化很大 尤记的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那段时间马英九一上来 也就是2008年 马英九马上宣布 九二共识是两岸的共同的政治基础 所以要恢复九二共识 大陆那边也表示热情的欢迎 从此以后我们看到九二共识 在台湾形成主流的民意 两岸交流非常的热络 台湾的民众也很开心 四年以后在选举 蔡英文不敌九二共识 惨败 那我们都看到了再过四年 蔡英文都不敢直面九二共识 她只敢说维持现状 到了2018年的时候 当时台湾是九回一选举 而民进党当时也想操作 有关于九二共识的问题 但是有些国民党的候选人 主张九二共识 直接迎战民进党 民进党也惨败 可是您看之后 民进党开始在台湾的内部 操纵仇中反中的情绪 突然之间九二共识 好像失去了市场 2020年的时候 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可是您看到了今年 现在2023年年初 民调在2022年的年底的时候 开始在进行的过程中 台湾的整个民意 开始进行很大的转变 九二共识又回来了 这个代表 九二共识又成为台湾的一个主流 也就是台湾大部分的民众 已经开始认为 九二共识对台湾是好的 对于两岸的和平是好的 台湾的民众不要战争 而他们认为民进党 根本没有能力来处理战争的问题 没有处理 没有能力来处理两岸的问题 所以他们对民进党的不信任 他们认为民进党 只会把两岸关系搞坏 让台湾陷入险境 而它解决稳定 两岸的所有的办法都没有 这样的情形下 他们对民进党的信任度在下降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九二共识又回到台湾来 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现象 持续再发展下去的话 九二共识又会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 是的 如今台湾民众都想过上好日子 但是我们知道过好日子的前提 就必须要坚持九二共识 这样一个政治基础 首先让两关系回暖才有可能过上好日子 另外我们注意到前面新闻短片当中 还提到美国公布的一个有关解放军 登陆台湾的这样一个兵推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时间想定会是在2026年 也就是三年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做如此兵推 是不是在有意给台湾的民众制造焦虑感呢 我们说兵推有两种 那一种是检讨自己说我们在哪些地方还有漏洞 还有不足 我们如何把它补上 那么这种兵推一般举行都是秘密的 什么时候举办呢 哪些人参与了 兵推的过程如何 是什么结果 它都不会公布 我们也不会知道有这样的兵推 而另外一种兵推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传递信息 是为了造舆论 这一次美国智库举行的兵推 毫无疑问是后者 是为了造舆论传递信息的 这个报告里面反复谈到说 台湾一定要死扛到底 传递了一个什么信号 就是美国通过这个报告 再向台湾施压 就是说知道台湾不想打仗 也知道台湾民众不想去当炮灰 但是美国通过这个报告 想传递的信息 就是你必须给我打下去 这个炮灰你不想做也要做 还是在给台湾当局下指导旗 就是告诉你蔡英文 下一步你应该做什么 又该向我美国交多少钱等等 现在台湾的老百姓 根本就不想打仗 因为大家想要和平 不想要战争的这样一个意愿 从近期岛内远近杂志 所公布的一份民调数据当中 就可以得到清楚的印证 因为民调显示说 如果两人之间真的不幸开战的话 那么岛内有高达53.6%的民众 不愿意亲自 或者说送自己的家人上战场 对此您怎么看呢 是的 台湾的绝大部分民众是反对战争的 更反对自己或是他的家人 去参与这场战争 因为他们觉得这场战争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是在于台独的这些鼓动者 以及自愿当美国人的棋子 然后台湾的民众也都知道 美国人的目的是为了要用台湾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去消耗解放军部分的战力 去阻止中国大陆朝往伟大复兴的方向走 其实很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都是相信这一点 所以绝大部分的民众 超过二分之以上的民众 他不愿意他自己或是他家人上战场 他们更不愿意发生战争 所以我们看到在未来 如果真的爆发了冲突的话 搞不好有很多人就想尽办法 离开军队或者离开台湾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的 过去一年台海局势机遇与挑战并存 祖国大陆顺用两岸同胞基本民意 推动两岸进一步融合发展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 主动权 与此同时坚决粉碎台独分裂挑衅 有效震慑外部势力以台制华 新的一年两岸同胞如何相向而行 携手并进 如何努力同心 共促祖国和平统一 请收看海峡两岸春节系列节目 台海新观察 是的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家园 变焦土与亲人伤离别 而在台湾民众痛恨战争的同时 他们更加强烈地期盼着两人之间 能够尽早地恢复正常的交流与交往 我们继续通过段片来了解一下 近期中断近三年的小三通客运航线复航 2020年2月 民进党当局单方面暂停 小三通海上客运直航 遭到岛内舆论强烈批评 直到今年1月初才部分复航 金门县长陈福海表示 小三通关闭这几年 不但让许多两岸家庭难以团聚 还让依靠大陆游客带来收入的 金门乡亲受到很大冲击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小三通复航不仅广大台商 台生台干被排除在外 大陆民众也在限制之列 远远不能满足两岸同胞的期待 小三通航线是近些年 两岸交流的一个缩影 中时新闻网评论 两岸交流最密切的时期 有超过60个航点 每月航班超过5000架次 2020年2月 台当局限缩航班 到2022年11月 两岸航班仅剩234架次 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如今民进党当局一味抗中 完全是背离民意 随着这一次两岸小三通的部分恢复 很多岛内的媒体 也开始纷纷地回忆 就是当年两岸之间 热络交往的这个情景 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您能不能够我们来 也是回顾一下 当年的这种盛况 那么后来随着民进的当局执政 不断地阻挠和干扰 那么切断了两岸交流 对于民众的生活 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台湾的民众又是怎么看的 好的 我们先从小三通说起 小三通是2001年开始的 到2020年的2月9日的时候 小三通一共载运了2200万人次 那么这个里面 一方面是给住在京门的台湾民众 带来了特别大的方便 因为从京门坐小三通 到厦门就30分钟 所以那段时间 其实很多京门的民众 他是这样的 他礼拜五下班 他就坐着小三通的船 到了厦门 所以他整个周末是在厦门度过的 他觉得在厦门好吃好玩 很多京门的民众在厦门买了房子 所以他等于是周一到周五 在京门上班 然后一到周末就到厦门来 过周末 所以这样的日子 当时大家觉得非常的舒服 也非常的开心 京门有一个支柱产业 就是旅游业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整个京门经济的拉动 因为京门又不大 所以京门乡亲 从这里面能够感受到的好处 那是切切实实的 后来是因为2020年 当时疫情爆发之后 民进党当局就借着疫情 就把小三通关闭了 所以你看这三年间 其实京门的经济 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京门 这一次 京门乡亲 这一次不断地呼吁 不断地呼吁 就是希望小三通 要尽早地通 要尽早把这个大门 完全打开得通 因为这对于京门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他们的生活 对他们的经济 实在是太重要了 其实我想 这个小三通是一个缩影 不仅是京门和厦门之间 其实整个海峡两岸 大家之间各种各样 当年热络的交通 对大家真的是很方便 我们看到 如今台湾的经济 可以说一路下滑 现在更是萎靡不振 疲软萧条 那么越是这样 有媒体分析说 就更应该重视 与正式 与大陆的经济交往 您怎么看呢 蓝先生 民进党当局 他想尽办法 要减少两岸之间的 经贸的往来 他甚至推出 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卯足权力 要推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然后在台湾不断地鼓吹 甚至制造很多障碍 让两岸之间的人远的来往 商务的来往 甚至经济贸易的来往 设下很多很多的坎 让两岸之间发展的不顺畅 但是事与愿违 民进党的那个阴谋 都完全没法得逞 他的南向 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是彻底的失败 连招牌都不见了 也没有人再提了 蔡英文当局也不提了 然后民进党上上下下 也没有人再提了 结果大家发现了 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台湾的贸易的顺差 绝大部分 而且越来越多 是来自于大陆 而且台湾的GDP的成长 最大的贡献方 还是来自于大陆 2020年疫情起来 全世界的经济都受到很大的冲击 而台湾还有3%多的经济成长率 主要的贡献方就是来自于大陆 到了2021年的时候 甚至高达6点多的成长率 主要贡献方还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也就是贸易顺差 从700多亿 800多亿到破1000亿 到了2022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台湾的 跟大陆的贸易 台湾的贸易顺差 还突破了1500亿美元以上 这么高的贸易顺差 使台湾的外汇存底 那么确保安全无语 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台湾的经济 其实已经亮了红灯 很多的民调显示出 很多的问专业经理人 甚至问采购经理人 大家都不看好2023年的经济 甚至台湾有关于经济的一些智库 他们的预测里面 一直不断地下修 也就是今年2023年 台湾的经济一定会跌破 3%的经济成长率 会再往2点多往下探 这样的情形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 台湾的民众也好 商家也好 专业采购经理人也好 他们都抱持悲观的一个态度 所以民进党当局 其实努力地要破坏 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 但是他束手无策 台湾的日本市场打不通 美国的市场也打不通 甚至把台积电 这400亿美元价值的台积电 而且生产先进制成的半导体 还搬到了美国去 台湾对于欧洲 对于东盟 很多国家都开始出现贸易的逆差 那也就是贸易额在减缩 所以台湾的经济主要的 依靠的就是中国大陆 因为内需市场是越来越小 服务业 观光旅游业的市场规模 也越来越小 所以很多人对台湾的经济 是抱持着悲观的态度 因此能够依仗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经济 尤其中国大陆的经济 看起来在2023年 又要开始复苏了 大家估计 尤其是最大的工业数 都认为至少5%的经济成长率 一个18万亿左右的 这么大的经济体的中国大陆来说 如果经济成长率是5%的话 那它一年的增加的创造的 最少就新增加的9000亿美元 这么高的一个经济成长 这样的情况对台湾来讲的话 对台湾的企业来说 其实绝对是有绝对大的注意的 所以对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 其实会成为台湾经济发展 跟支撑台湾GDP的 一个最大最大的组成部分 两岸的经贸只会越来越融合 越来越壮大 而不会如民进党所愿的 越来越脱钩 两岸关系好 那么台湾的经济才会好 进入到2023年 我们注意在新年的 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国台办发言人表态说 尽管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但是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 两岸关系可以说是客难前行 两岸各界的交流交往 依然保持着一种发展的势头 而各界的交流 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和宁心俱力的作用 也是在进一步的扩大 那么您认为 这是不是对去年 两岸交流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同时对于今年 两岸之间的交往 您的期许又是什么 2022年的两岸交流 的确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一方面是疫情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是2022年 台湾举行了九回一的选举 民党在选举当中 不断打所谓抗中保台的牌 然后他们不断地采取 各种各样的方法 去破坏两岸的交流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2022年 两岸有600多项的 两岸交流的活动 然后在线上线下 均热络地开展 这说明就是两岸交流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大势 民党当局想拦 想挡 其实是拦不住 也挡不住的 那么在2022年 我们看到两岸交流 这种融合 是进一步的深化 我想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2022年 是两岸恢复交流 35周年 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 纪念的活动 我想通过这些纪念的活动 大家也发现 这35年走过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这35年来 无论面对各种各样的 可能这各种各样的 不利的因素 但是两岸的交流 这35年来的大势 是不断地融合 不断地深入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 有很多的台湾的艺人 在大陆的网络平台上 均形成了这种 现象级的这种作品 而且不止一个台湾的艺人 那么不仅在大陆 其实在台湾 也引起了讨论 就说你看人家 这些台湾艺人 在大陆真的发展得 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台湾当然 也有很多人说 那我也可以这样做 我们也欢迎您 2023年跟他们一样 在大陆参与两岸的 融合发展 同时我们看到说 2022年有很多的台湾 在大陆获得了荣誉的称号 比如说像全国的 三八红鸡手 比如说像全国的 五好家庭 比如说获得了 五四星天奖章 这说明就是台湾的 这些努力 包括他们的成果 我们都是看得到的 我们也看到很多台湾 在大陆去参评了 比如说我们中国戏曲的 牡丹奖 我们中国摄影的金像奖 中国电影的金鸡奖 这说明说 其实台湾 跟大陆整个的融合 这个深入的程度是越来越深入 同时我们也看到 普通的台湾民众 其实通过网络的平台 跟大陆的融合是越来越深 那么不仅是普通的民众 但这一点上 民党当局是看得见的 所以他不断地想办法去阻拦 结果最后大家发现说 连民党当局的政治人物 自己其实也在用这些网络平台 包括他们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他们用的那个样子 那个模式 那个流行语 其实也是大陆的流行语 这说明其实大陆 对于台湾的影响力 是越来越大 而且从2022年初开始 你看整个这一年 教育 科技 文化 宗教 体育 各个领域 两岸的交流活动 是精彩分成 说到2022年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冬奥会 你看在冬奥会 火炬传递的过程中 有大量的台报在参与 然后在冬奥会报道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有很多台湾记者的身影 在2022年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采用试点 采用这个学策的成绩 来录取台湾的学生 我们看到我们的录取的人数 2022年相对于2021年 增长了22% 那么我们相信 这个数据在2023年 肯定会有更大幅的增长 越来越多的台湾的青年 愿意到大陆的高校来就读 那么这对于未来两岸 教育领域的交流融合 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2023年 我想两岸的交流的活动 精彩可期 因为在2022年的交流的活动当中 大家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 就是在线上 大家都很开心 那么希望早日能够线下见面 然后能够把这个交流的活动 办得更好 所以我想有了2022年 打下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2023年 两岸的交流活动 一定会取得更多更大更好的成果 我们一起期待 毕竟携手走过了2022 在新的一年 相信大陆一定会一如既往的 大力推动两人之间的 各种交流交往的活动 总之大陆的大门 永远为台湾同胞所敞开 而近日我们也注意到 岛内的很多政治人物 也是在纷纷发声 像马英九 何友宜 张亚忠等人 他们也提出两人之间 要和平 要交流 同时一些台湾的媒体 也呼吁说 如果接下来民进党当局 不能够改善两关系的话 那么台湾就不能够 再被他们牵着彼此走了 那么对此您怎么看待 如今台湾的民意 是的 广大的台湾的民众 认为民进党当局 本身没有能力 处理两岸之间的问题 更没有能力 去推动它所谓的抗中保台 而且大家发现 抗中根本就是一个假议题 保台更是一个荒谬不堪的 伪命题 因为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每一次台湾的兵推 都在美国人的要求下说 要撑两个礼拜一个月 可是美国自己的智库 都承认了一件事情 说台湾是一个岛形的地区 所以美国的军事的援助 根本进不了台湾 那因此台湾将没有办法 获得外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现在总算说实话 所以对台湾的民众来讲 他们不相信民进党有本事 保卫台湾 保护台湾 根本没有这个本事 更何况他们认为 这些人事的家属 很多都放在海外 也就是台独人事的家属 很多是放在海外 而台湾的民众高度的怀疑 他们一旦两岸开始紧张 他们拍拍屁股 坐了飞机就溜走了 那未来怎么办 所以台湾的有事之事 当然呼吁 不要被民进党牵的鼻子走 我完全赞同这个观念 两岸政策为什么要让民进党 牵的鼻子走呢 我们自己应该要站出来 向民进党当局说 不 我们不愿意当美国人的棋子 我们不愿意变成你们台独的 一个牺牲品 我们要自己站出来 我们要久而共识 我们要两岸和平 我们要共商未来我们两岸的大戏 因为共商两岸之间未来发展 繁荣的大势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目的 原因很简单 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 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联合国得大会的决议 也是做如此的一个决定 更何况两岸有九二共识 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 这是两岸和平的定海深圳 任何谁都阻止不了 也破坏不了 所以我们要站出来 跟民进党说不 我们广大的民众 要直接的向民进党说 我们不会被你牵的鼻子走 这是我们该走的路 也是我们自己台湾的民众 为自己好 也应该要奋斗 要走的路 是的 拒绝做美国的棋子 这就是如今台湾民众的 共同心愿 两岸交流交往的历史 一再证明 大交流 大合作 大发展 对于增进两岸的经济成长 社会进步 民生福祉 是至关重要的 要和平 要发展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也是两关系的大势所趋 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所说 虽然当前两关系 还有着丝丝寒意 床床暗影 但是江水迎春 海日喷勃的新气象 终将到来 感谢两位的点评与分析 谢谢赖先生 谢谢商城 余教授 关的朋友 再见 谢谢余教授 谢谢商城 来人再见 关的朋友再见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下期同一时间再会